你賺到那個錢的時候 你就要沒有同理心 或者逼自己不發聲 去過這十年 我又覺得自己過不了這一關 Hello,Girls Mood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Sason,黃合手 如果真的要去定義自己的話 如果現階段我會覺得 我會比較像一個slash 因為我覺得自己除了是一個 傳媒工作者 可能又會做一些主持活動 甚至可能比較活躍於社交媒體上 可能會接一些比較influencer的job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不會用現在現階段 用一個界別去定義自己 其實為什麼我當初 會在大學的時候主修IT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我讀書成績不好 小時候我覺得我是很喜歡 用說話去表達自己的人 很喜歡說話 所以小時候已經很想 從事一些 可能是靠把口吻吃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 全理是 其實那個要求 甚至收分的準則是比較高的 我自己讀書成績 不是特別好 因為很幸運地 Jupas竟然放了一個offer給我 那時候 社會對大家的定義 覺得那時候是怎樣都要一個大學的學位畢業 那我就沒有想到那麼多 這個主科對我未來的路會有什麼影響 那我就 啊 IT 我不要緊要 我讀了 那時候小時候沒想到那麼多 所以我就變了讀IT 當時有一本潮流雜誌 叫做學生很推崇的一本雜誌 邀請我做了一個訪問 那怎料最後那一篇新聞出到來 是跟原先訪問我的內容是很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是令我開始接觸到知道娛樂圈的心態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需要的確是一些爆點 或者一些娛樂性話題比較豐富的東西 其實娛樂圈的心態真的是這樣的 他們是需要一個成名的機會 或者等一些機會去令自己表現自己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等待機會 我很喜歡自己去找個機會 或者做一些自己掌握到的東西 就令我更加確切到知道自己 我很喜歡做一件比較真實的東西 我比較喜歡真的做新聞 因為新聞所追求的東西是真實的 我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不是因為我很有才華 或者很厲害 所以才去做到現在我自己想做的東西 但每一個階段 我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可能是因為你只要真心去對待你身邊的人 或者其他人 其實他們會感受到 應該說我很多工作上的機會 都是這些在我身邊的人吸育我 我在舊電視台工作的一些同事 他可能覺得我為人是很盡責的 所以就把我介紹給Viu開台的節目監製 他就覺得你找他過來一起開台做財經節目 他應該會幫到手 所以這些東西是我覺得你認真 或者用真心去對待別人 別人是看得出的 因為近這幾個月的社會事件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對一些工作性質來說 或者收入方面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一定不多不少是會有的 但是我也會不問自己 你會不會站出來發聲 其實是代表著你 譬如你過往之後的五年或之後的十年 你可能不發聲的話 有很多圓圓不絕的工作 可能有些客戶都會繼續找你 但是你賺到那個錢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那種同理心 或者逼自己不發聲 去過這十年 我又覺得自己過不了這一關 我會忍不住在社交網絡的平台出聲 所以其實我在社交網絡媒體說話 其實我也很小心 我不想煽動別人的情緒 或者煽動別人 做出一些會傷害其他人的行為 但是不代表我不可以判斷那件事 是對還是錯 所以我覺得有同理心很重要